各位午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的 online talk 我是學院的助理講師 Ms. Zhang 現在事不宜遲,我們正式開始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在問問的位置打下問題 我們會有時間回答大家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有什麼課程 我們的全日課程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是護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第二就是護理學高級文貧的課程 兩個課程有什麼分別呢? 主要來說 榮譽學士課程 畢業後就是註冊護士 而高級文貧課程 畢業後就是登記護士 兩樣護士 兩個課程 我們分別有普通科和精神科的課程 那好吧,我們首先就說一說榮譽學士課程 那個標誌就在這裡 要是G for general health care 另外呢,就會在這個M就是 mental health care 精神科 好了,我們課程的特色呢 首先剛才也說過 就是分普通科或者精神科的課程 那入讀之前 我們就要選定普通科還是精神科 那是五年制的課程 那我們大學課程一定是由英文授課 那就有理論科和臨床實習課 那入學途徑 那入學途徑 我們BN的課程 就是由Jupus入學的 那普通科課程就是JSSU40 精神科的課程就是JSSU50 入學條件就是33222 好了,普通科護士和精神科護士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那大致上來說 那就有四個範疇的不同 那就是護理對象 工作的目標 工作範疇和專科的分類 普通科護士主要都是要 照顧身理健康問題的病人 一般來說傷風感冒都會的 那就是內科病、外科病等等 而精神科護士主要要照顧 一些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病人 例如精神分裂 或者抑鬱症等等 工作的目標 大家都要促進病人的健康 精神科護士就要更加協助病人 促進病人的精神健康狀況 大家都要同時間提供心靈的支持 或者維持病人的安全和舒適的康復環境 等等 專科分類來說 普通科護士就是一般的急症科 內外科和社康護士都有的 精神科護士 都是有個特別少少的 就是有個法醫精神科 還有我們現在社區最需要的精神科 社康護士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入學 我們最近的統計數字 給大家參考休閒 如果有興趣報讀我們課程的同學 記住Drupal士 要把我們的課程放在BNA 近這幾年收生 我們都是放在BNA的同學 才有機會進行這個面試 這樣才可以過來收到你們 精神科同樣也是 都是要放在BNA 我們才會收到你們 才會見到你們 還有一定會中間通過面試 好了 我們的課程中 有什麼必修的科目呢? 除了我們的護理科目之外 還有一些基本的護理學 還有一些護理心理學等等之外 我們還是要再修讀一些 英文的課程 還有通識的課程 還有我們都要 在第一年 第一年 頭兩年的時候 就會讀一些簡單一點的 基本的 大家要先打好基礎 還有要練習好一般的護理技巧等等 來到第三年的課程 就會開始進入中階段的課程 我們就會多了同學 多了需要大家 需要 這個 有多些的 好像 Health Promotion 這類這樣的課程 同時 因為護士管理局 要求 註冊護士 需要 收讀40個學分 40個小時 不好意思 的中醫和另類醫療學 所以我們都是額外 有一個學期 需要讀中醫這個課程 好了 到高年版的課程的時候 我們在第四年 年四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就要有一個 醫療研究 大概做足兩年的 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 我們做些什麼呢 同學就要自己想一個題目 做一些科研 在我們過往幾年的成績都不錯 我們的護理科研來說 同學仔 都是可以去國際的會議 參與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 還有 去到第四年 除了我們打好基礎之外 我們就要再去讀多些專科的課程 還有有關護士管理的課程 連續一至五年 我們的實習課怎樣呢 是每一年 我們都有大大小小小長長短短的實習的時間 好了 那我們兩個的臨床實習有什麼分別呢 普通科的臨床實習主要 其實都是在醫院 專科部門 有些社區的機構 老人院等等 精神科那些的同學仔 就需要去一些有精神科的醫院 例如青山醫院 葵聰醫院 又或者東區又得醫院等等等等 我們的課程結構 不好意思 我們的課程真的比較緊密 我們一年有三個學期 都需要大家一起上課 上課 上課 然後就出實習 完成了五年那麼緊密的課程之後 就大家可以順順利利畢畢業了 精神科的都是一樣的 好了 畢業之後 同學可以有雙重認可的資格 首先通過大學教務會評審了之後 成功收筆這個課程之後 就可以有這個榮譽學士的資格了 而這個同時間同學都可以獲得這個護士管理局的認可 就可以有這個註冊護士的資格了 好了 畢業生的路向包括了些什麼呢 首先我們是註冊護士 分了精神科或者普通科 當我們出來做了這個 經歷了 多了累積了這個臨床經驗 以及持續進修各樣的專科 可能是心臟科 骨科 又或者是急症科等等之後 又會再去收讀這個碩士或者博士的課程 那我們中間就可以升職 升職就可以做這個資深護士 就是我們說的護士長 去做這個幫手教書 又或者是再進升為這個病房管 病房經理 就是這個管理階層 學費的方便 這樣我們這個呢 是有SSSDP的資助的 那就是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那每個學年呢 就大概是四萬八千元左右 那就是那個學費金額呢 都是要以大學最後公佈為準的 那麼我們先記住這個網址 那麼這個網址呢 一會兒我們會再看看 那麼我們呢 就在這個 可以現在呢 都可以掃描一下這個QR Code 這樣 那麼我們就看一看 這個 我們的全日製面秀本科課程裏面 有什麼詳細資料都在這裏找到的了 那麼呢 掌學金的方便 那麼我們呢 都是很鼓勵同學有這個 努力這樣的讀書 那麼所以呢 那麼我們都有各大不同的商業機構等等等等 都有資助我們有各樣的掌學金的 那麼就鼓勵我們成績優異出色的學生 那麼就包括有這個陳君正優異獎啦 會封香港獎學金這樣的 那麼每個學期都會輪選一些成績優異的學生的 那麼學費資助方面呢 我們呢都明白大家可能在學期間 有些不同各樣的經濟困難 那麼都希望可以提供各樣的經濟的資助給同學的 那麼讓大家不會因為經濟困難而失去學習的機會 那麼除了可以在京政府申請這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或者免入息審查計劃之外呢 那麼我們香港公開大學都會有這個緊急援助基金的 是的 那麼可以到時間如果同學有需要的時候呢 就可以來看看申請看看了 好了 那麼說完我們這個BN的課程之後呢 那麼我們就開始講這個高級文憑課程了 那麼剛才講過啦 那麼我們那個BN的課程就是讀完之後會是註冊護士 那麼高級文憑課程讀完之後呢 就會是登記護士了 那麼兩個課程我們有些什麼不同呢 那麼同樣地 那麼這個課程呢 我們都是會分了普通科和精神科的 那麼都是要在入讀之前就選定了 我要選普通科還是精神科了 好了這個高級文憑課程呢 就是兩年劑的課程 那麼而我們呢是用中文售課啦 同樣都是有這個理論和臨床實習的 那麼在公營或者私營的醫療機構呢 就會進行我們那些實習的了 入學途徑呢就在網上申請啦 那麼現在已經可以在我們那個網上呢 已經是開始了申請我們這個高級文憑課程了 入學條件 DSE 即是如果同學沒有考得 那麼成績那麼理想的時候 可能中英文差一點點的話呢 就五個二都可以選我們這個 這個高級文憑課程啦 另外啦如果是舊制的朋友仔 那麼適合你今天都來聽我們的網上討論呢 就如果你是有這個高級程度會考一科 或者兩科高級補充程度合格 那麼再加上中學會考五科合格的話呢 那都可以申請入讀的 那又或者持有相同的同等的學歷啦 好啦 那麼課程方面呢 那麼這個是兩年的課程啦 那麼同樣呢 都是要讀一些實務的概論啦 那麼都是要首先又是要打好個基礎先 那就是一個相對緊密一點的課堂呢 就是將大家教大家一些的狐狸的技巧啊 那另外啦 人類生物科學呢 這個我們都要理解回這個人體的身體結構 那這個但是這次呢就是用中文來讀的 那同樣啦 都是要有這個健康促進啦 就是Health Promotion啦 就是這樣的 那麼通過兩年來講呢 我們就有三個階段的臨床護理學 即是實習的課程啦 那這個三個的實習課程呢 那都是會在公營或者私營的醫療機構那裏做的啦 那麼再看看那個課程結構呢 這次呢普通科和精神科都一樣啦 第一年那三個學期呢 就是頭兩個學期呢 就是頭兩個學期呢 都是主要呢 就是一些課室的課程啦 都是要上課的 那然後呢 就是在下季的一個時間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會有個實習課啦 那第二年呢 就是上課 上了一個學期的理論課之後呢 就有兩個學期的實習 然後就順順利利可以畢業的啦 那同樣地啦 我們這個課程呢 都是有雙重認可資格啦 那完成了這個課程之後呢 就會通過了大學教務會評審之後呢 就可以有這個高級文憑的資格啦 而大家同時呢 都是可以獲得這個護士管理局的認證呢 就可以有這個登記護士的執業資格的啦 就可以在香港執業啦 好啦 畢業生那個的路向啦 那其實執業的登記護士呢 就 就是聽起來啦 我們只是讀了兩年 就已經完成了有一個執業的登記啦 那其實相對 我可不可以轉做註冊護士呢 答案是可以的 那我們呢 只要呢 收讀一個登記護士轉換課程 同樣都是高級文憑的課程 就可以由執業的登記護士 轉為這個執業的註冊護士的啦 那然後之後那個的畢業的動向呢 都是可以跟回進修啦 然後儲回大家的經驗啦 之後呢 就是可以有這個晉升的機會啦 這樣啦 好啦 學費來說呢 就是 兩年的學費 就是19萬啦 大概 那確實的學費 今天都是要以大學公佈為準啦 好啦 我們那個QR Code又出現了啦 可以大家 看一看又掃一掃上去看一看啦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呢 已經開始了 給大家可以報名的啦 那同樣地啦 我們都是有獎學金的這個課程 不要說因為它是高級文憑課程 所以沒有獎學金這件事的 那都是鼓勵大家要努力讀書呀 成績十分好呀 那樣的 那我們都會輪選每個學期優異 成績優異的學生那樣的 那就是 有這個匯豐香港獎學金的 學費資助呢 同樣地啦 那都是不想因為大家有經濟困難 而失去了這個 這個學野的機會呀 那所以呢 除了可以申請政府那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啦 又或者這個免入室審查計劃之外呢 都是可以申請這個香港公開大學緊急援助基金的 好啦 講了那麼久我們的課程呢 那我就介紹一下我們的校園啦 那我們香港公開大學呢 主要來說呢 那我們就位置在何文田啦 那現在呢 我們學院呢 就是在這個第二期校社 就是蔡馬會校園那裏 那已經是由2014年2月開始啟用的 那我們總共呢 我們就在這個蔡馬會校園 九樓全層都是我們的臨床護理教學中心啦 佔地大概1079平方米 那裏面呢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Nursing Lab啦 那都是模仿病房病室那個環境 來到去給大家有一個很好的良好的練習的地方的 好啦 那我們呢就會有這個 同時間呢 都是會有這個臨床模擬教學專區啦 有這個叫做 那讓同學仔呢 是可以即時看到 這個病人 模擬了一個病人的 即時的一個 生命表徵的一個反應 讓同學呢 可以即時呢 做回相應的那個 對策這樣 那另外呢 就有這個 狐狸教學專區啦 那我們呢 老師呢 就可以 在那裏呢 教同學呢 一些普通 基本的 護理技巧 那樣的 對了 那我們呢 亦都新開了一個 中醫技術教學專區啦 那裏面呢 我們呢 除了有這個 人 好像現在的照片那樣 有一個公仔 有各個月位 給同學了解回之外呢 那裏面呢 還有八指櫃呀 那些的摸墨像 那些的手的機械呀 那給同學呢 可以練習回 那樣的 而我們呢 都有這個 虛擬實境教學專區 就是VR 那我們這個 VR Cave呢 就是 可以給同學仔 同時間 在真實虛擬 這樣的地方呢 就可以 一起模擬 這樣去實習 實戰 那樣的 好像在病房 有個真實的狀況 正在發生這樣 那跟剛才那個 臨床模擬 教學專區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那裏呢 只有一個病人的 那而這個呢 就可以模擬 一個病房 整體的運作了 除此之外呢 那樣我們呢 除了九樓 我們自己的地方之外 學校呢 大學呢 還提供這個圖書館 和電腦室 給我們用的 那我們其實呢 我們護理同學 那個校園 校外的活動呢 都多姿多彩的 除了呢 在學校那裏呢 我們可以上莊 有這個 學生社會同學自己搞的 之外呢 那我們呢 都有這個 校友會 都會通常 經常呢 就一起舉辦各類型的活動 行山啊 那樣的 那而 我們都會出去社區做各類型的 義工服務啊 可以幫大家 這個 這個 就是 給大家多些認識 我們這個護理學 是這樣的 那另外呢 我們都是有這個 國際交流啊 那樣的 那我們呢 曾經去過南韓啦 新加坡啦 台灣啦 和澳門珠海等等的 那這一張照呢 就是剛剛我所說的 那些同學仔 做完一個 很好的 這個 research 之後呢 就可以出外 去到這個 墨爾本 澳洲墨爾本 那裏 做這個 的 p-sender 那好吧 我們其實呢 校園和設施 是不斷進步的 那我們呢 如果有住 九龍這邊的朋友仔 可能都留意到 我們第三期的校社呢 已經是 在這裏七七八八的啦 就是香港公開大學 財馬會健康狐理學院 預計呢 在明年的九月呢 就可以正式啟用的啦 那我們 教學的方法呢 那我都補充少少啦 那我們有這個 數碼技術啦 剛才提及過的 虛擬實境VR呢 都有這個 礦真實境亞 那樣的 那我們都同 同時間呢 我們都有提供這個 這個電子書包啦 有各樣 有iPad啦 給每位同學啦 還有呢 那我們在iPad那裏呢 都可以裝回各類型 不同的這個應用程式 那樣就方便大家 同學在家裏都可以實習 可以看到所有的筆記 那樣的 好了 那我們要裝備自己啦 從狐狸出發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 開始幫大家答問題啦 那有什麼查詢呢 就可以留覽我們的網頁啦 啊 有什麼 還有呢 可以寄電郵給我們 那樣的 那查詢電話在這裏 那我 看看大家有沒有 什麼特別的問題 想問先 要請多賺 發訓 你們 乖 什麼 不是 幫我們 認定 我們 還有 我們 我們 крут 拿 我們 來 刚刚都开始看到大家有些问题出现,大家可以用旁边的问题打个问题给我看一下 刚刚看到有些同学问,如果读文科收不收? 其实读文科,同学我们都会考虑你们的 刚刚也说过,分数是33222,中英文有3分,然后数学2分,然后在两个Elective里面也有2分就可以 同时间也看看,大概多久会有面试呢? 面试来说,我们就会在大家放了榜之后,就会陆陆续续看大家的Drupalus 选了我们,是不是先选了BNA?当然要,选了BNA我们才会考虑你们的 大概什么时候呢?就是放了榜之后,我们就会慢慢陆陆续续通知你们这样的了 大概收分的分数呢? 好,这样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副教授DOTATAMP再为大家详细解答了 好,大家好,刚才同学或者大家都听到Mr.Jang有好一个详细的介绍 都收到越来越多问题,哇,很多,我们可以逐个慢慢看下它怎么回答大家的 刚才同学有问,就是读文科会不会不收?这个答案是不会的 因为现在,去到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理科、文科分得清理解 所以我们不会说文科就继续不收这样的 我们刚才Mr.Jang也说了,主要就是看你们DSE的分数 如果是我们那个Trupalus Program,接着会考虑 同学请来面试这样的 好了,大家千万不要怕,文科我们是不会不收的 就是会收的,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好了,接着看到同学问了,GBA大概收多少? 那我想这位应该可能是阿蘇或者是Bachelor的同学 就是有的Bachelor的同学,我们没有刻意去说 GBA多少才叫做收还是不收的 那你应该不会一的,所以应该我们没有一个很硬性的标准 说要GBA收多少这样的 同学问,可能是觉得他有个Degree 或者阿蘇可以在三年班入或者二年班入 就根据GBA这样,我们是没有这件事的 我们是没有的,你的背景有多强也好 我们护理的科目都要由E01读起 由E01读起的 绝对没有说你GBA因为四开读小年 没有这件事的,大家要留意了 好,20202% interview什么时候面试? 那刚才Ms. Zhang也说了 是大概7月DSE放了榜之后 我们通常7月底8月头会面试的 7月底8月头 同学又问,同学问这些问题很直接的 收生分数有多少 那刚才Ms. Zhang也说了33222 那实不相瞒呢,因为我们报名的人都很多的 那如果你真的持有33222 这个叫做最低要求 你能够进入我们Bachelor的机会是比较小的 那我不敢说没有,是比较小的 因为你符合了最低标准 通常我们是这样的 这几年有个平均你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得到20分左右 你很大机会会给我们邀请你来面试 阿Sir有没有那么高分,17,18可以吗? 机会都大的 15,16呢,机会小一点 那14,13呢,机会再小一点 甚至没有 那你得到20多分的话就 那如果刚才都说了 你放BNA 我们真的有很大机会叫你来面试 不过呢,常常反过去 二十几分的同学呢 我们认为他们呢 他们就不来的 那所以这个要留意啦 那所以你 如果拿到17,18,20 那这样呢 就会有机会来面试了 好了 跟着问 和我问参加清航计划 是不是比较容易入 那这个呢 我想大家都在说 可能是我们high tip的课程 就under社会福利署资助那个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我们会优先考虑的 这个是的 会优先考虑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 大家留意 那是会优先考虑的 好了 那接着呢 学士学位毕业之后 学生会去哪间医院 那你毕业之后 你便喜欢去哪间 那便去哪间咯 但是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那 那就是你都要看回就是说 你如果你是 假设你对某间医院是私家的 很有兴趣的 那间什么会啊 什么安啊 那你就在那里做咯 那但是你比如你是去 医院管理局和下医院呢 那呢 就未必可以是 符合到100%你的意愿的 那这个大家可以留意 其实毕业之后 你有权选择 你去哪里做事的 甚至working holiday 都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同学 可能是这条问题 可能就是我引申出 一条问题就是说 你们出实习的时候 会去哪间医院 我想 就是这条问题 很多同学都问的 比如我住屯門 会不会叫我去柴灣做实习 那我不敢说没有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是非常之小的 那通常在你家附近 譬如我们住新界西 就是我们用联网去分 简单点 你住新界西的 如果你住屯門的 不可能去博爱啊 或者人制啊 那些那些那样 那就应该都不会配你的沙田 大埔那些那样 我同学有对物理治疗的科目有兴趣 那物理治疗的那个应该是我们两点钟之后呢 两点钟就会开始的了 那同学可以留意了 好了 有一些关于实战少少的问题 那我可以给Mis Zhang再答一下 大家可能听我的声音都很厉害了 交回时间给Mis Zhang 咦 是 同学都有问到什么叫Lursing Management 那样其实这个呢 我们都是会讲回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都是会讲回一点点有关管理的 那除了管理人之外呢 那还要管理回自己啦 那我们都是 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都是会 大家都会讨论回我们 怎样做一个好的护士 这样的 那例如 怎样可以帮大家做到分配工作啊 这类啊这样的 好了 看看其他先 好了 另外啦 大家都是对于在哪里 执业啊 哪些医院执业啊 那样就有点兴趣啊 那呢 那 刚才Dr.Tam都讲过一下啦 那那其实呢 出不作业之后呢 大家去哪里选择 大家的工作呢 是自己的意愿来的 那我们 老师都是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到其他同学都会 大家互相分享呢 譬如 医院管理局啊 最多同学都会去医院管理局工作啦 那医院管理局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或者是 这个招聘广告啦 又或者其实都有部分的同学 好像刚才Dr.Tam所说 去这个私家医院啦 私营的机构 私家医院那里的工作啊 是这样的 亦都会同时间是 有 这一个 老人院啊 那样之类啊 都会有的 好啦 实习 实习是 亦都有同学问啦 实习时的资源配套 和其他有 同学有什么分别 这样的机会 会不会少一点呢 那样啊 那其实呢 我们在第一年 同学第一年 正式出这个病房 内外科实习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位老师 一位讲师 带着大家这样的 那在当时呢 那位讲师呢 都会帮大家 争取回大家的 实习的机会呀 这样的啦 那其后啦 我们都会希望同学仔 自己可以 在一个病房的环境 和其他同学合作一下 这样的喔 好啦 都交回给Dr.Tam 再解答大家一些 一些关于面试的问题先 我们很开心 有很多同学仔 不停问我们的问题 但大家都可能会 感觉到呢 Mr.Tam 就说得很 很切实他们 就是护理工作 我的问题呢 我答大家的问题 比我实战一点点的 就是你们 怎样可以进来 多少分啊 entry requirement等等 那又有一堆问题了 那我和我问呢 理科会不会加分 是会的 你上我们网页 看到我们有些 subject 譬如说生物 物理 化学 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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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你上我们网页 甚至Drupas网页 都会看到的 那精神科收生的min 大概多少 那我没有 那个数字在我脑上 因为我忘记了 那 可以上Drupas网页 今年那些结果 和早几年的结果呢 就全部是已经登出来的了 那刚才蜜商 介绍了 我们Bandki 和每一个年份 有些什么人 多不多人报的嘛 那这个分数呢 其实Drupas网页 都会有的 那你打回我们 SU-40是普通科 SU-50是精神科 那你就会见到呢 那些结果的了 那陀佛又问了 DSE分数比重是怎样 有没有得加分 那都是那句了 Drupas网页 我们网页都有的 我们有些理科的科目呢 是配大小小的 不是很多的 不用怕 没有二那么多的 小小的而已 那你可以上去看看 面试是个人 还是小组 那视乎你报哪个program 你知道我们有 hi-deep program 也有Drupas的program 那呢 是两样都有的 我们有个人 也有小组 那尤其是hi-deep 就真的个人 和小组都有的 Drupas主要就是小组的 好了 那关于entry requirement 那同学姐问 那同学姐问呢 是计算Best 5 还是4C加1 那我们是计算4C加1的 那因为其实我们修生呢 就是除了跟大学的标准之外呢 还是跟护士管理局的标准 你可以上去护士管理局 看看一个登记护士 或者一个注册护士 他需要的学历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跟着足迹 你可以上去护士管理局 那不是医院那个 有没有看错啊 去护士管理局呢 你就会见到的了 好了 中英文其中一科 拿不到三 会不会考虑我们 对 那你有三 考虑你的bachelor 那你都可以选择high tip 因为你超过2 如果你得2 那你就考虑我们的high tip 都是那句 所以我们是跟护士管理局的要求 一个注册护士 或者登记护士去收学生的 就不是说 我见你拿到一个1 那就不要紧了 照收吧 我们不会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就是我们护士都是一些叫专门 或者叫专业的科目 所以我们都要跟护士管理局 它设定的规矩 我们都要跟着的 会不会收年长生 会的 有的 不过我不知道你年长的定义是什么 但是就是比较年纪大的 比如30多甚至40多 都 我说年纪 都会有的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哎呀我自己很年纪大 会不会公开大学不收我们 是我们不会这样的 年龄不是我们考虑的因素来的 之前没有5条2 读完文凭之后 收的机会会比较低 我们一时同仁的 你没有5条2 但是你读完文凭 我们看资历级别的 或者刚才可能月商 可能时间不多 所以没讲 我们high deep的资历级别是4 的 batchelar的资历级别是5 所以你想我们 你想报一个high deep 是level4的课程 资历级别4的课程 那你首先最简单 就是一个资历级别3的 任何一个课程 是毕了业 那就会考虑你的了 那你文凭 因为文凭有很多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文凭有些是资历级别2 有些是3 那如果你的文凭是资历级别3 那我们就有机会收你的了 其实这个机会是相对于 entry requirement 机会很难说的 你机会高低都视乎你面试表现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说就是 我们应该讲的就是 如果你读完文凭是有level3的话 我们是可以考虑你 这么说 好了 又有一个很common的问题 读普通科 是不是不可以中途转成精神科 我回答我呢 即sir就比较幽默小小 我不会说不行的 不过你从头读过 很多人问的 会不会像某些书那样 叫做大类修生 第一年没所谓啦 什么都读了先 第二年才去specialize 他自己 究竟是普通还是精神 没有的 你要好 在你Drupal也好 high tip也好 你报的时候 已经决定好了 你是喜欢读普通科 还是喜欢读精神科 或者一会儿月商可以补充一下 精神科和普通科 有什么分别 或者什么性格 才适合读普通科 或者精神科 两句 可能月商没有准备 所以我继续回答 好 再回答一会儿 最低收过多少分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 所以这个 反过来说 越高分越好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 大家都可能会知道 我们公开大学 无论high tip也好 学位也好 学位也比较多 大家都知道 未来这几年 学生的人数会比较少 那是否代表 我们收的分数 可以不用这么高呢 可能是的 但反过来 会不会就是因为 觉得 课程收生分数 可能没那么高 所以引到很多人报 而又令到分较高 这个不知道 但是整体现在的说法 就是说 机会是多了 因为我们 学位的数目多 以及学生的人数 就是少了 这一轮了 有没有 course 補回DSE的by all 这个也是 说回刚才我们那样 是护士管理局规定的 不是我规定的 其实by all 不是一个 绝对 需要的科目来的 但是就是 也都 反过来说 如果你有by all 你考的成绩 是可以有佩带 就是所谓preferrable 但是你说 没有by all 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4C加1 那你的1 不是一定的by all 是不是 可不可以中途转校 那这个当然你自由 难道不可以 但是 你转到校之后 另一个学校 是要你year 1 读起 还是给你插班 那这个就当然是 对加院校的决定了 魏晋入EN 是不是难些 不是的 因为魏晋 刚才都说了 如果是新制的魏晋 就是level 3 知力级别3 那不会因为你叫魏晋 入的机会会小一点的 没有这件事的 我们是会整体考虑的 英文一旦读一文憑 又是老问题 你的文憑 只要知力级别3 就可以符合到我们的entery requirement 你这个文憑是毕业 不是在读的 读着的就不可以了 我有护理的证书之类 是不是面试机会高些 这一样或者可以 就是和我看太多问题了 可以 summarize 如果不是不够时间了 那我们考虑你 high deep 就是说high deep 你想我们考虑你high deep 我们主要考虑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你的学业成绩 你考虑得很高分 还是很多合不合格 跟着就是相关的经验 你有没有救伤 急救 义工等等 你觉得有关的 或者叫做放学活动的东西 有你可以给我们 还有我们也会考虑你们的面试表现 那我们呢 收不收一个学生呢 就整体看这三方面的表现 所以你说 你有护理的证书 是面试帮不帮助带 帮助 我想你的意思是 面试讲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 还是帮助我们 选你来面试 但是用回刚才我们说 那三个考虑的因素 有这些证书是好的 英文不擅长 上堂会不会跟不上 好,那我们这个课程是用英文教 我们不是读英文的 所以理论上就应该可以的 因为都和很多同学 都有这个问题的 其实不叫问题 这个背景 就是他用竹文读 他进来大学 变英文有个问题 那很多同学问过这个问题 也都实践见到同学 只要努力 是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的 就不是太担心的 毕业后座 没有毕业执业史要考 才拿到护士牌 那同学在刚才可能就没有留意 或者说你讲得太快了 你在我们公开大学 读过高科学 或者读过高科学 你读到业 有两种东西给你的 第一个就是叫做学力 第一个就是叫做知力 就是所谓的护士牌 所以大家不用再考多个事 如果不是 大家会很辛苦的了 interview内容 那当然不方便透露 你去讨论区望 那面试形式也是 是的 时间不多了 不可以说太多了 刚才都说了 其实有这个小组讨论 就和这个个人的对答 的 好了 同学问一条 类似生涯规划的问题 读完两年高科学 是否要重新读过五年的学生 你可以这样的 但是这个 有走这条路的人就极度少 因为刚才 Mish Zhang都说 我们有conversion program 当你读完高科学 做en 那时候 你就可以 part time的读这个conversion program 三年之后 就成为了RN 那就绝对不用 去读一个 由头读一个 五年制的bachelor 当然这个是你的选择 但是正常的 就不用这样的 要不要考考IOS 你喜欢 我们就不会很强调地去看的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 Mish了那张slide 或者稍后我们可以看回那张slide 去讲一讲 就是大家那个 high-t不得业之后的前途 可以讲多一点 一会儿 Thank you so much 大家这样说 多谢同学们今天来参与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 就再加个咪给Mish Zhang 那说回 讲回其他的东西 EN转RN收声要求很高 我不敢说收声要求高 但是我们报的人很多 位置也不是太多 所以就有个竞争在这 好了 那我们又把时间 加回Mish Zhang 那刚才同学仔有问过 关于这个 毕业之后的路向 是不是发展那个方向 刚才大概说过了 读两年的high-t不得之后 我们是可以读一个conversion course 那读那个conversion course 那就可以将大家由EN 转做RN 这样的 那之后可不可以再读一个 读回 读回 不是哦 我很想要一个叫做 学士学位的哦 那想读回一个学士学位呢 那都是可以再补读一个 TOP UP DEGREE 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学士学位 这样的 但是这个学士学位呢 就跟我们本身五年制这个有少少不同了 就是没有荣誉的 是的 没有honors 没有honors这样的了 那样就都 其实大家毕业之后呢 那就可以在各大的不同的机构都可以执业啦 找到工呀这样的 那我都分享回少少我自己的经验啦 那其实呢 MISS JAN呢 都是在公开大学上毕业的 那就毕业之后呢 那就当年就很顺利 都叫做顺利啦 那就在这个医院管理局呢 都找到工啦 那就找到工的情况下呢 那就不好意思说一句啦 那医院管理局呢 没有我们 没有我们这个大学实习时候 就这么好的 他不会是按 他不会直接那样帮我 按回我们的议员 来到去分配我们的工作的地区啦 那其实都是要按回 人家才是老闆啦 那要按回那个机构 那他来到分配回我们的工作啦 那样 好不好幸好呢 MISS JAN其实呢 就住在这个新界东呢 他就把我分配了在九龙中这个地区啦 那都在这个九龙中的地区来说呢 那我就 那我就 就都 进去做了 几年啦 刚刚完成了一个contract 那就有了这个 药门的那个酬金啦 那其实各样的 机构都会有提供到药门酬金给我们的护士啊 那这样的 那其实呢 那我见其实大家没有问到呢 这个护士 他们不了业之后 人工如何啊 原来 那我都补一句底啦 好不好 那我补一补一句呢 那其实精神科和普通科呢 那其实MISS JAN是普通科的护士来的 那但是精神科的护士来说呢 不了业之后呢 那就根据回这个政府薪酬阶级呢 那其实是比普通科护士是高一个point的 那高一个point大概来说都千多块的啦 那这样啦 那这样就 这个 但是 都同时间呢 大家都有东西要考虑了 如果同学者觉得自己 说话比较高一点 那这样 而且也都很细心留意到 每个人说话的情况下 那个微表情啊 等等等等的话呢 那就都会建议大家 可以考虑一下 去精神科那里试一下啊 那这样的 那因为 都出来那个的人工都高一点啦 是不是 那好了 那那 都想补回有些同学有些问题了 那就成为了RN之后 想晋升APN 会不会一定要在港大中大 或者理大毕业的人 才有资格读呢 那其实呢 不需要的 那但是呢 我们呢 其实呢 都已经有各样的 我们其实呢 都已经有呢 不少的同学呢 畢業生呢 已经是晋升了成为 这个APN护士长 这个护士长的职级了 那其实呢 怎样我们才可以晋升为 这个APN呢 那当然啦 我们首先就要看一下 那个 机构 有没有位置给我们 先 那其次来说呢 那他们呢 都是会 需要一个 碩士的学位的 有机会需要 那但是呢 你说我们 可不可以提供了 有这个 碩士的机会呢 那我们呢 都 有留意到 我们刚刚提供的 QR Code 那样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 我们的大学啊 都是有提供到 一个 碩士的课程的 就是这个 中医护理课程来的 那样 因为随着呢 我们这个 香港中医院呢 都准备开始起了 那我们都是 希望呢 可以提供多一些的 机会 给 这个 各样 各大的 护士同事 那样 就可以有 这个 中医这方面的 知识的 那如果大家 读碩士的时候 有考虑的话 都可以考虑 我们这个 碩士 中医护理的 课程的 那 我刚刚也有见到 同学有这个 疑惑了 就是呢 香港公开大学的 RN同学 实习的时候 会不会被其他 护士看不起呢 其实呢 这个 Mr.Jan 呢 是绝对没有这个感觉的 因为呢 就算是 就是这个护士这个行业来说呢 是一个相对特别的行业来的 它不会需要看你由 在哪一个地方那里的出生 那它只要需要你是有一个 护士的专业的执业资格 这样呢 就已经可以 这样 就已经可以的了 所以呢 我可以保证大家 只要大家表现良好 没有特别奇怪的表现的情况下呢 是不会被其他护士看不起的 那都有位同学呢 问会不会有这个 Double Degree 那Double Degree 其实 我们是没有Double Degree的 是的 那 给 Dr.Tam回答这个问题了 那Double Degree呢 我们是没有的 那刚才同事提到我们了 就是大家 这个问题非常之踊跃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不可以再去到逐一问了 那有同学多谢我们啦 那我其实都会互相多谢的 就是多谢大家今天星期六 都来听我们讲话啦 那有一个总结可以给大家 那刚才大家同学们问的问题 主要有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怎么进来读 第二部分呢 就是进来读之后 出实习也好的经历 的感觉 和日后晋升 日后会不会去到护士长 病房经理 甚至是更加高级的职位 我可以给到一句说话 让大家去思考一下的 就是叫做好自己 无论你是进来读之前 或者你在做护士之后 如果你做好自己的话呢 你的待遇呢 是不会不好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结 那 而且还有很多问题问的 真是不好意思 答不了 因为都尽量回答了很多的了 那刚才其实我们那个 那大家在视频里 都应该都看到了 那我们有网页啦 电邮啦 电话啦 甚至有Facebook的 那我们就没收到 那如果你是有问题的话呢 欢迎用 这里所有途径都要问我们的 那我们的同事 甚至是我啦 甚至是Mr.張 都会继续回答大家的 那就多谢大家今天参与啦 拜拜 拜拜 拜拜